整个台湾的选举 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秀 有歌星 然后有前面铺垫的 还有把残疾人推上去 删情的 然后那个残疾人说 这个支持民进道 其实不需要特别对我道歉 我比较在乎的是说 他们以后再针对 不管是身性障碍者 就是议题或是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 应该要采取一个更谨慎的去处理 喉咙夜夜秀来宾善笑声仗者 早言上台版非常律师陈骏汉大气回应 整个台湾的选举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秀 就不像是政治竞选的舞台 像是演唱会现场嘛 有歌星 然后有前面铺垫的 还有把残疾人推上去 删情的 多少累点要来的时候 音乐一起 然后那个残疾人说 这个支持民进道 就是这一段 贺龙夜夜秀 22号释出的最新一集 找来前央市调查记者 王志安当嘉宾 谈论台湾大选 却意外擦枪走火 以思案奉罹患罕见疾病 立委候选人陈骏汉惨遭遥上 这夜秀制作人事后也急认疏忽 表示部分内容对陈骏和律师不敬 想他道歉 助理主持LB也在IG发道歉文 澄清当时爱与场地 没听懂对方说的是残疾人 熬悔当时若能理解来宾的话 会制止王先生的行为 至于主持人赫荣 脸书也被网友贯报 要他退出演艺圈 经纪公司也火速刀切面火 针对节目内容把关的疏失 向陈骏和律师表达最深的歉意 脱口秀节目邀请他 或人士评论台湾的选举 更以赞校的方式来引试站台人士 民主进步党对此恶意言论 身不以为然 并予以强力的谴责 不过当事人王志安 却在X平台回呛 民进党发言人 专门谴责我在夜夜秀的言论 笑死了似乎毫无回忆 我是不分区 民进党提名的不分区候选人 陈骏翰 正如你所见的 目前的我 只有眼睛 嘴巴 还有一些手指 末端有些微的动作 背于台版非常律师的陈骏翰 从小就罹患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经历活尽导致双腿截肢 但他并没有放弃 研究所一毕业就以榜售考上律师 后来转化志向 想以服务更多人为目标 因为身体的这些疾病 让我很深刻地体会到 生命的价值 让我更去珍惜 我所拥有的一切 对我本人来讲 我是觉得就是还好 因为我就是踏入政治 我大概就知道会成为 大家评论的对象 我觉得我个人比较在意的是 透过这样一个节目 当他在做出这些模仿 而且是一种带着揶揄嘲笑的时候 我觉得整个就是包含主持人 然后甚至是台下录影的观众的反应 我觉得是让我比较不能接受的 他们其实不需要特别对我道歉 我比较在乎的是说 他们以后在针对 不管是身心障碍的这些议题 或是相关的一些内容的时候 应该要采取一个更谨慎的去处理 有这样一个向校障碍者的一个行为 甚至是 我觉得按某种程度是在说 好像障碍者只是被政党拿来一个利用的工具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看法 我觉得当场的主持人 如果能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表示的动作 我觉得会更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